我表示各位有興趣 我盡量讓各位有滿意 因為我們其實呢 我不敢說我只在教各位 我們算是一種經驗的分享 這個經驗的分享 就像剛剛跟一位先生在談的 其實就是一個共有的目標氣 但是練氣這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是非常有趣 而且對現代人來講是越來越重要 我們今天要講的第三項 就是生命的修驗場六輪 我給他下了一個目標題 叫做靈命的圓滿功夫 正氣 當然一開始我就問過 大部分的人其實練氣練到現在沒有氣感 那還沒有氣感 所以在講現在這些東西 你看一開始可能會覺得說 講一講去我也不知道你在講什麼 可是我要跟各位報告一件事情 非常重要的是 到了現在各位在練氣 其實不要急著有氣感 因為氣感其實是很容易的 可是問題是 你沒有一些心理的心思上的準備 然後就進入氣感 很多人就被氣感抓住 被你身體的氣動抓住 你們如果仔細去查網路 你們如果仔細去查網路 因為你沒有機會去看到 其他的修煉團 可是你們如果在網路去查 你們會查到一堆 很多人練氣呢 練下去了以後 就是因為被氣感抓住了 第一個容易得到的是氣病 然後再來呢 是有的人 繼續練下去了以後 他不是只有氣病 他會產生很多的後遺症 所以我跟各位說 你不急著有氣感 你心裡要先不準備 那你說哇 這個聽起來好像很危險 其實不是 其實是氣是像古書上寫的 氣是你日用而不值 你對他是沒有感覺的 可是他跟你的身體 有很大的關係 你如果在運動 你的身體越來越強壯 你的氣其實就越強 可是你可能 對他一點感覺都沒有 那你一旦有感覺了以後 那就不太一樣 所以有氣的人 如果正常的在運動 有氣的人 他就不容易生病 可是你要知道 當你有氣感 你的心性是端正的 你的概念是正確的 你按部就班的來做的話 我可以跟各位保證 你如果過去沒有什麼大病 你的身體就會越來越健康 你看我們現在的全民健保要倒 上次我給各位看那個數字 很多人過了五十歲 經常就在看醫院上吃藥 可是你練下去了以後呢 第一個擺脫的就是這樣 第二個是 當你身體過去有疾病 你自己不知道的時候 你氣越來越強了以後 你氣越來越強了以後 他變得主動動 他會出來調解你的身體 所以這兩件事情 其實就是在世間上的一個 直接的動作 那麼摻下去是什麼 摻下去我可以跟各位講 就好像你看當地 然後我不知道這邊有沒有基督教 天主教 你如果去看 有些靈修會 招會 或者是其他的 他們其實都會奇蹟的 所以你知道 你的氣越來越強了以後 其實你手上另外一個 非常重要的關節點 就是你 可以跟另外一切 真正關係 你這種關係我寧可不要 不是 這種關係讓你理解到 生命 不是只有這個身體 生命是有的 這個呢 我今天是一開始 跟各位提到 因為有些人可能 我知道有的人就覺得 那邊的氣感都沒有 不知道在搞什麼 反正就是來運動 但是我告訴你 不完全是這樣 所以上一次兩次的結果 我跟各位提到一個 非常重要的觀念 一個新課題叫做令人 靈魂 靈魂 就像我們上次講到 科學家 開始覺得 可以探索這個問題 當然就像科學議題一樣 會花時間 會去處理這個問題 會一而再 再而再 最終他就是一個 正式的科目 那這個東西 以後就會變得很普遍的話 我們就會開始在那邊想說 欸 那我的生命體 我的生命體 當這個身體不用了以後 我要去哪裡 你就可以開始想 經典這樣的問題 對不對 那麼我們會告訴你說 其實這個問題 在中國傳統的經典裡面 就已經聽到很多了 所以我可以跟各位說 練氣是不是會成功 跟你現在的心情狀態 那我剛剛已經講了 其實練氣是很容易有氣感的 你們如果在外面跑 已經聽到很多 對不對 其實我們整個台灣 是很有武器的地方 沒有一個地方像台灣這樣 有那麼多不同團體的練氣 比如說外丹宮早期的 幾乎變成全民運動 對不對 這就是我講 外丹宮很容易入手得氣 然後大家都在練 可是為什麼沒有 因為不知道下一步是 每天都這樣去 像我認識好多個人 就是這樣會動啊 會動啊 然後有感覺啊 再來 對不對 然後 在二、三十年 非常流行打太極拳 打太極拳 正確的打法就開始開 有氣啊 氣會上什麼 氣還會上升啊 也是流行打一大陣子 那時候你們 大部分的人跟我年齡 差不多應該也記得 那是一個空巢 幾乎公園裡面 學校操場到處都在練 再幾些 結果呢 然後再下去 另外一種形式了 很多人流行靜坐 對不對 靜坐以後你就看 禪修禪定了以後 氣就來了 大家都在談氣 可是接著呢 你如果上網路 我剛剛講 你上網路去看 一堆人得氣病 有的人得氣病 有的人得這個 最常見的 如果你越認真的話 越容易成病 為什麼 因為老師沒有辦法 帶你走上正確的路 最常見的 靜坐 最常見的疾病 就是 追尖土豬 因為硬坐 其實真正練氣靜坐 要配合的 你如果看到 很多佛教團體 如果你是到他的道場裡面去 他是跟精神一起 就是你做一段時間 你就要起來行靜 你要走 那有的團體不是這樣 有的叫做大禮拜 你知道那個大禮拜是什麼嗎 全身大禮拜 是全身跪下去趴下去 你沒有看過那個西藏那種禮拜有沒有 整個人趴在地上 然後再起來 你坐個108下看看 這邊看有多少人可以坐到108下 所以 練氣是靜動要配 這就是為什麼一開始我就跟各位說 跟著野老師 按部就班走 非常重要 你一定要按部就班 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你的身體先搶壯 氣勢跟著身體走 所以你氣在身體夠強壯的 然後在一個適當的時期告訴你 怎麼樣去感應氣 你一下就等 你就可以感受到氣 你就得氣了 所以不要急著說我要得氣 因為很容易就不如存氣 所以我們呢 今天是繞一個圈子來談這個問題 也就是說 你的心性跟你的氣有關 可是你如果是走過頭了會怎麼樣 各位就可以看到 另外一界就是我們現在不必要認識 其實幾千年來 東西方對這個問題都把它變成宗教 以我個人現在的經驗來看 我認為不是 它是一個身體的一種功能 它是一種身體功能 然後我們必須承認另一界的存在 我可以跟各位講 另外一界就跟我們這一界一樣 它有形形色色的團體 所以不要去隨便毀謗另外一個宗教 毀謗是表示一種無知 而實際上我們對另外一界是無知的 那我可以跟各位說 另外一界跟我們的關係 最簡單的一個關係 就是另外一界有一些非常高階的能量 這些能量 你如果願意承認它 它會來幫助你 所以在佛教裡面 譬如說常見的 不要以為你念那個 釋迦摩尼佛有用 你如果看經典你就知道 釋迦摩尼佛在金剛經裡面 都說 唸祂的名字 求祂 叫做什麼 走路邪道 對不對 你們如果看經典經就知道 所以佛裡面 也就是說那些靈裡面 有一些是專門它就心念 意思就是要來處理 要來協助人的 所以觀世音菩薩就是 我們裡面就非常清楚 你唸祂的名道他就來 對不對 所以 基督耶穌是不是 我告訴你 是 我有這個經驗 但是我現在看這個問題 非常簡單 它就是人物生命的一個現象 只是我們對另外一界不見 所以你們如果到道場裡面去 就可以看到譬如說 非正起的 我們今天給各位看兩個 因為本來上次我後來發現那是太長了 四十分鐘的輪迴太長 但是你看這兩個非常有趣 第一個請你看這個非正式的 這種靈的氣勢 是邪氣 你們可以看到 那我今天舉的例子 是因為有人去派 有一個團體 那個基督徒的團體 他們是專門針對這個問題來訴說 你看看這對邊緣 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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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稱 字幕製作沒有 字幕製作人 字幕製作ения 嗯 字幕製作人 字幕製作人 音樂 字幕製作人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While I was involved I first heard about this man, Rodney Howard Brown, in about 1993-94 He was holding huge meetings in the United States, very popular And was starting to have a huge influence with his drunkenness He called himself the Holy Ghost Bartender And he would lay hands on people and imparting to them this laughter Or he would wave his hands at people and this laughter would overcome them Or shaking or uncontrollable jerking All these manifestations were starting to happen And he became huge in the word of faith Because he's a huge prosperity preacher So he got himself on Kenneth Copeland's television program And you can see them behaving drunkenly on stage, live on television Here's Rodney Howard Brown, imparting the spirit of drunkenness and laughter Into some of the biggest leaders in Tulsa O'Brien With the biggest word of faith, prosperity teachers A guy called Randy Clark came down, saw what was happening Got this impartation through the laying of hands Got this anointing himself And he took it into the vineyard movement Now here is Todd Manley explaining how Randy Clark brought this in He received a spark of the anointing in Tulsa And in Lakeland came down And just weeks later, God used him as the fire stalker For the Toronto outpouring and the Toronto blessing in January 1994 And we have here tonight Randy Clark And I asked him to come out Dear Randy, because I know you're a fire stalker And you've been lighting fires all over the world So it entered into the Toronto Airport Vineyard Church And so it became known as the Toronto Blessing When worldwide under that name The Toronto Blessing, everybody knew what that was about People falling down and acting drunk And laughing hysterically And shaking uncontrollably Or jerking backwards and forwards Their heads shaking back and forth People even roaring like lions People making animal noises You know, this stuff had not been seen in the church I mean, it may be in a tiny way on the fringes This stuff had never been seen in the church on this scale before And it invaded worldwide So all around the world Especially in the Commonwealth Country We're talking England And all through the UK Australia, New Zealand Canada, many other nations All over the world All through Europe All of the charismatic movement Was into this stuff For the large part And so this thing became a worldwide sensation Just in a couple of years Now the basic question that we're asking in this documentary is Why are these manifestations so similar to Eastern religions And Hinduism and the Kundalini cults And yet they're not found in Scripture They're not found in the Bible They're not found in classical Christianity at all Of course in Hinduism One of the most common ways of experiencing A Kundalini awakening Is through a Guru placing his hand upon your forehead This is called Shaktipat And when they do that You'll be infused with this incredible love And this wave of emotion You'll fall down There'll be all these manifestations Maybe animal noises Joy and weeping and shaking This is a Kundalini awakening And amazingly It is exactly the same As what we have been seeing In the Toronto Glissons Now this all began with Rodney Howard Brown Imparting a new anointing Into a bunch of leaders And they spread it around the world In fact it spread like wildfire How do we know that Rodney Howard Brown Had a purer anointing How do we know It wasn't a Kundalini spirit From the beginning Because it seems Absolutely identical to them Now one of the very clearest signs Of a Kundalini awakening Has always been these Kriyas You see this woman Involved in the New Age movement She's walking along Exhibiting these Kriyas Having involuntary Jerking motions And the staggering thing about it Is that we are seeing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These exact same type of Kriyas Right through the Toronto movement This has always been One of the clearest signs Of a Kundalini That we know of A friend of mine From South Africa Who's done a tremendous amount Of research on this topic Says that Kundalini Is like a false Holy Spirit That produces even miracles And healings And fusions of love And power and energy And emotion And all these kinds of things And yet it's the Hindu version Of the Holy Spirit And it's not holy Now we all know That in the last days As the Bible speaks Again and again Warning of deception Seducing spirits It says there will be Perilous times will come It says there will be lying Signs of wonders It says all of these things Soberness Sobriety Being alert Being watchful This is what it says to us All the way through The prophecies of the last days Here we are We're in the end times now And what do we have on our hands We have a movement That's promoting Weird and bizarre Signs of wonders We have a movement Promoting drunkenness Thanks So you can look at this This is the But we In the Bible Most of these things We What i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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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us Everything That's It was These people In us In the past In u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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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已經吸收了很多這些東西 他其實是不正確的思想 他的源頭是他個人 內心當中不正確的思想被觸發了以後 形成了種種形狀 所以佛教經典裡面對這個現象的解釋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我們上次有講到五十英靈 就是我們在修行過程當中 他有五十個英靈現象被產生 其實並不是他一定會產生 而是如果你的心思不正確 你堅持認為自己看到的是某些很特別的心裡面喜歡 可是他不是一個正確的東西 他就會突然 所以這就是一個堅固妄想 那麼你可以看到另外一個在東方的 我們現在在台灣 這個就是傳統仙佛蘭堂 主要是一貫道的道場 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正經十路之 開眼妙滿盛華 先佛慈悲 開壇批訓 先佛開壇批訓 是白陽虎度 天人合影 神道社教的一種起信方式 天台 提鈴 秘墨橫出 元彩 合理 通殺暴字 地財 佳明 執筆超字 借伯 跑 七 五田 千月 六田 空 八 五田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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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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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等於是需要把那個經過一個翻譯 然後那個人就把那個文句寫出來 所以像這樣子你們可以看到 運作的也都是我們不了解的 另一切 但是以我們的道場來說 以我們東方的道場 以中國的道場來講 都是所謂的聖賢人 來的都是所謂的聖賢人 可是你不要以為說 來了聖賢人他一定是 我跟你講人常常在這裡面就很不錯 人有些人不知道為什麼就會是 強迫自己去解釋那些東西 他不懂的他硬要解釋 所以你如果看到 我們等一下會提到 清代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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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宗教帶來的災禍 是非常龐大的 一個是基督教 一個是佛教團體 就是什麼 白衣教 也有道教團體 等一下我們會提到這個 你可以看到裡面 會大慈禮 這就是為什麼 人常常自己 進到一種狀態以後 就會失去自己的方向 這就是我說你們練氣 心性一定要非常的正確 非常重要 那練氣 各位 我可以跟各位說 它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我們剛剛已經提到了 一個人他會 在那種情況下發生問題 其實都是跟他的 大部分都跟從小到大 你受到的環境的人 周邊的人給你的影響 那我們的影響是什麼呢 其實兩千年來 有好有壞 很多地方說壞 為什麼我這樣講呢 因為很簡單 一個人一生 他周邊影響他的 每天的聖火 如果你今天去修道 我們講一件事情 如果你今天什麼事情都沒有話 你是不是 就可以在那邊靜坐 安靜 腦袋話 比較不會不是亂想 對不對 因為如果你看那個 管子 癌心裡面 他講 善心 安愛 道 道 來 來 子 就是說一個人如果 和善 非常的安靜 你能夠在那邊靜修的話 道就沒有了 其實 所謂的道就是氣 氣就沒有了 正心安愛 道 可是你如果坐在那邊 然後坐了不到十分鐘 喔 他昨天那個人都欠我十萬 他還沒幫我 是不是馬上你就坐不住了 喔 不去他會跑掉 坐飛機跑掉了 所以影響到我們日常生活 就是我們日常生活常常接觸的事情 那我們就要問一個問題 你一生有多少人 你接觸的有多少 我告訴你 現在的科學什麼東西都做研究 如果是從這個認識生理學 認知進化 人類認知進化論 這個科學來說的話 這個 鄧巴 他做了一個研究 他說 臨場類 臨場類在動物發展的過程當中 各有各的演化過程 臨場類是怎麼樣生存的 就是靠群聚團體 所以我們算臨場類 我們跟沸沸跟猩猩長得最像 所以 有很多東西我們在研究 人過去可能怎麼樣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是去研究猩猩或沸沸 那麼 猩猩沸沸他就說 臨場類會跟其他臨場類打交道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很多動物可能不太遠的 就是所謂的抽象的思維 這個抽象的思維 是我們大腦 新的大腦品質 這一層 很多動物沒有 臨場類 這一個部分就是 現在我們已經知道 他影響的就是一種 虛範的虛構的思考的 這類的東西 是這個功能 所以他說沸沸呢 他的大小品質 他的大腦品質 只能夠幹嘛 只能夠讓他維持50個活動 所以如果到森林裡面去看 沸沸沸沸的出去 通常都在50下 沸沸 那人類是多少呢 這個就透過了什麼 考古學 考古學家去研究過去全世界各式 新時期 舊時期到新時期時代 一輪移留下來 還有著移植去看裡面的大小 活動大小 得到一個非常簡單的數字 他說 人類的平均足全是140% 是140% 那麼到了一千年前 英國這個國王呢 他說 英國的一個村莊 平均是一百 一萬年到一千年 這個數字沒有變 這個數字等一下 各位可以看到 中國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 這個數字跟頓巴的數字 是非常像的 就是說 人能夠維持的 人際關係數字 是150% 非常有趣的是 2008年 Facebook 這邊我相信大家都會 永迫或多或少 對不對 Facebook裡面有一個設備學家 他就去 透過那一步 他去研究 這麼多人在那邊上Facebook 每個人都開了網站 每個人都有網頁 他告訴你說 不管你開的網頁多大 他總有一個核心的人數在跑 這個核心的人數是多大 130 跟150非常接近 跟150非常接近 也就是說 到了今天我們科技這麼發達了 人的這個社交能力 跟一萬年錢是沒有差 OK 那他進一步的說 除了這130到150 這個圈子之外 每一個男生 平均都會有四到五個密友 所謂的密友就是什麼 比如說見到一次面 談的是比較 個人非常私事的事情 這個叫密友 他的女性會多一點 五到六個 所以 從這個分析來看 我們就知道 人的人際關係是有兩樣 卻構成 比較密切 一個是非常貼身的朋友 另外一圈子 是常常比較往來的朋友 150 其他人跟你有什麼關係 全世界有七十八十億人 你都是透過別人材料 才知道 看到的 看一眼後 就一眼後 你知道 你知道一些 莫名其妙的名字 可是你跟他一點關係 沒有關係就是什麼 見天 對不對 因此 從這一點來看的話 你戀器影響你最多的 就是你一輩子教了這 差不多150個人的命念 所以聖學朋友 沒有聖學生活圈 有多麼重要 可是 那一些人裡面 在過去農業社會 是來自你周邊 家庭周邊的親戚裡面 現在的社會不一樣 現在是工商業社會 哪些人會影響我們 你看 你看 李國鼎 這是他1981年的時候 做了一個報告 一個演講 在這個演講 他提出了一個叫做群情倫理 或叫做群魔倫理 中國過去只有五個 他提出了一個叫做第六個 叫做群魔 他說什麼呢 他說台灣地區經過30年快速的經濟化改 從農村已經變成城市了 農村變成城市 所以很多人從鄉下 移開鄉下到城市裡面去工作 陌生大眾的互動變得非常的平安 接觸非常高 其實他講的這個東西 既對又錯 每天接觸但是不認識 他的影響是來自於什麼 很多人跟你做不相關的行業影響到 所以這一段是對的 後面那一段是不錯 不過不管怎麼樣 他講的 他提出這個是很有意思的 他說 國人的觀念跟行為未能配合新環境做調食 管顧大眾共同利益 所以經濟進步道不落 因此他提出了一個叫做群魔倫理 就是要重視我們跟陌生人之間的關係 那麼李國鼎他基本上 各位看到1981年就是在 蔣經國過世了以後 台灣地區經濟發展 還沒過世 快要過世之前經濟正在發展的時候 他負責了所謂科技的部分 經濟跟科技 所以呢 他是非常主張計劃式的自由經濟 然後呢 他認為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科技需要創新 那麼創新需要教育 那後面這一段就非常有意思 這個我們在第五講的時候會再提這個問題 企業家不僅是大規模企業生產的經營活動主持者 而且是企業人 為什麼會提到這個 今天我們稍微提一下 你們想想一下 過去的社會全部都是農村 你在家裡面有種田 又有飯吃了 現在年輕人進的城市 有地給種嗎 沒有 你進入的是一個企業 你耕作的是一個企業 對不對 你參與的是一個企業活動的生產 所以他的依賴生活的方式不一樣 因是企業家是什麼 企業的靈魂 我們在第五講就講 人人可以為王 就跟這個一樣 所以第六輪群體關係就是 人跟陌生人 人跟自然團盡 人跟團盡的關係 這就是他提出來的 我們不能看 只靠過去的五輪 其實李國斌講過去的五輪 是他的生活環境下的感覺 他不知道我們的五輪早就不見了 不只是我們的五輪不見了 他提倡的第六輪 各位再看看 群我倫理 這是2015年 一個統計抽樣調查報告 你看了以後 我們還有所謂第六輪 把它提倡了半天 第六輪的重要性在經濟發展 然後人口都市人際關係的時候 每個人的 沒有特定關係的陌生人 越來越重要 跟特定關係的法的書籬 這個是孫正講的 但是你想想看 有一天我們有請示 我說我們跟陌生人的關係 你知道我們有一切 你平常的人不覺得 但是 你如果看 有一個人在路上走 你突然 風一聲躺在地上 我說不要說別人錯誤 如果哪天到陌生 噴 躺在地上 誰救我 我家裡的人嗎 不會吧 旁邊的人嗎 現在每個人都知道 不能隨便鬥 所以第一個是什麼 打119 來了是誰 打119的人你不認識 來了 開車的你不認識 下來的搶救你的人 你不認識 到了醫院急診 第一個 把你處置 最緊急的處置的是 醫生你不認識 這就是我們跟現在社會的 陌生人的關係 可是你看我們的政黨 把我們跟陌生人的關係 搞成哪一個人 好像都是醫院 不管哪一個黨 台灣的正式找到這種地 我們跟陌生人的關係 是無所不在的 那這個還是很緊急的 不緊急的 你到店裡面去買個東西 買個吃的 那個吃的 買來 那做的人 如果給你亂搞 你買得下去嗎 很多人現在 有多少人早餐在家裡吃 沒有 你知道看 那個學校旁邊的早餐店 全部都是客人 那做早餐的人手腳不甘心 那些學生怎麼辦 那些上班族 買了一包就走的怎麼辦 所以這就是我們的社會 就必須做出一種公平的規劃 怎麼樣 所有要參與公共餐飲的人 都要拿證照 證照到考試 各位你知道嗎 第一個訓練的時候 衛生 你要知道什麼叫做細菌 你要知道你怎麼煮這個細菌 不會在你的食物之長 毒素不會在裡面 那不是在家裡煮菜的時候要煮多好吃 公共服務跟私人服務是不一樣的 所以公共教育變成非常非常重要 可是各位你們想想看 從2006年到2015年 如果去調查 誰跟你 關係最密切 你最信任的 你看各位 最信任的人 第一名是家裡 是家裡 家人 只信任家裡 再來呢 再來是醫生 我到醫院去 我有一個面醫學系的同學 有一次見面的時候 他跟我說 你知道醫生是神嗎 我說怎麼講 他說你想想看 所有的人 把小愛都自己到的醫生 醫生說 我叫你吃藥 你敢不吃嗎 所以醫生 像神一樣 我講的話你敢不聽嗎 各位 所以醫生是第2名 再來 跟我們離很遠 教育的 中小學老師 不是大學的教授 不是高中的老師 是小學 跟你很遠 再來是鄰居 當然 你每天看到他 每天也 嘿 只要住了5年10年 房子沒燒掉 你對他就很安心了對不對 然後呢 前面沒有排 1315年基層公務人員 為什麼 你要跟這些基層公務人員打交叉 其實早期跟基層公務人員打交叉的人 其實都很聰明 要找一個可靠的 以後每次都找他對不對 你知道過去基層公務人員 有多少人是令人火大了 坐在那一邊報紙敲了 你要找他嗎 完全 對不對 現在比較美 可是各位你們再看看 最不信任的是誰 從第10名跳到第14名 最不信任的是誰 各位可以看 歡迎 明代新聞記者總統 法官 跟我們的公共生活最密切的 是我們最新的 這就是我們社會第六人 為什麼 因為現在的政法 都是操控人的情緒 操控不信任 所以台灣的民族 是一個非常負面的民族 所以第六輪 我們剛剛回頭說 那傳統的五輪 傳統五輪是什麼 每個人都知道 如果你如果看 也不要去看多高深的書 只要看中華百科全書 電廠版 上網路上面一查 好啦就跑出來了 傳統是 父子、君臣、姑姑、兄弟、朋友 是我們的五輪 我剛剛講 五輪早就崩潰 那為什麼不會 我可以跟各位講 今天我跟各位講的 就是 各位非常重要 你們要 要轉化你們的想法 然後 建立你們的生活方式 這個呢 這個主要的觀念是 來自於 孟子彤 德文公 偏上 但是他有另外一個 是上書裡面 氣為師徒 教育 倫倫倫 然後 德文公 給他下了一個點 父子有情 精神有情 夫婦有養 長得有情 沒有有情 所以 稱為五輪 稱為五輪 你們如果看 就是一個大房子 等一下我們會提到這個 你們看了就知道 那是一個大房子 下面這個呢 其實是什麼 你們如果看過 苗主那個吹 那個題字有沒有 一根一根一根的那個 那個就叫做 輪是什麼 不同的音 邪和吹奏出來的聲音 所以五輪不是通路 五輪是一個和諧 那解釋是不是 就是人跟人之間要 第一個在我們的傳統 設備 非常早的設備裡面 講的是 一開始就是和諧 我們會把這個再稍微 進一步做結束 這五輪崩壞 從什麼時候開始崩壞 其實崩壞的很少 但是他的病症是從 太平天國 革命美國 但是對我們 特別是台灣 很多人罵國民黨 或者是你是國民黨的人 忠誠支持者 都會感覺到 這個問題 其實是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 是清朝營顛覆 中國出來 中國出來以後呢 其實非常大的問題是 中國根本就不懂 什麼叫民主 但是硬要上民主 因為上民主了以後 國家呢 那些軍華就在那邊 下崗舞蹈 中國非常的激落 一戰的時候 就一個二十一條 二十一條 是日本人對中國人的要求 等於是內容我不想講 不想仔細的講 因為我們不是上民主了 基本上他的內容就是 你中國交流管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 你軍隊 顧問英國 老師 要有我 開鐵路 要有我 抽稅 要有我 他不是把中國交給他 就是二十一條 第二個是 伊斯大戰 中國是 送了很多人到歐洲去 幫助戰爭 可是 打贏了以後 中國沒分 他們把中國用一用了以後 中國沒分 山東捷運就是怎麼樣 德國本來是山東的勢力 直接 撥給自己 因此 知識分子 就針對這兩個人 產生了一個五四運動 這五四運動 其實 根絕就是 中國太弱了才會被欺負 因此 五四運動的主要目標就是破十九 什麼 破除民性 破除威嚴 破除輪效 破除轉身 就是那個時候的知識分子 認為中國要改革 當然是因為這兩個原因造成 可是 如果你去看那一段歷史 沒有興趣去查所有的社交 你就會發現 那裡面 最有影響力的就是後來的功能 而裡面有很多文理很好的知識分子 當時為什麼要破舊 破釋舊 破禮教 我們舉幾個例子 兩三個例子 一個就是魯迅 各位都知道中共非常的疼魯迅 魯迅 魯迅基本上就是中共的代言 那麼在那個時候 他呢寫了一個叫做《狂人日記》 裡面有一段話 他說什麼 他說我翻開歷史理財 這是小說裡面借另外一個主角寫的話 這歷史沒有年代 歪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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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歪的 寫著每一個月都寫著任意 要得了幾個字 我很熟睡不到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面看到 大家可以從字縫裡面看到 滿本都是寫的兩個字叫做《痴人》 這就是後來《痴人禮教》 四個字出來的就是魯迅 所以對魯迅來講 《痴人禮教》就是吃了 可是你如果去查 魯迅這個人的小時候的經歷 就會發現 這就是我剛剛講的 人的生活周遭 影響他的思維 影響他的心情 他十三歲的時候呢 家裡有一個很大的病毒 他爸爸媽媽是做生理 結果突然之間生意失敗 什麼東西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了 怎麼辦呢 就是寄住在親戚家裡面 親戚的人 親戚嘛 但是每一天吃飯 就有個《痴人》 到處趕忙 細節我們也不講 就是告訴你說 你就可以知道他的經歷小時候 不是講靈禮都是族人嗎 自己族人 為什麼會這樣虐待自己族人 對不對 剛剛你們在想一下 我們剛剛講的 你的人際關係 一生一百次 小時候他就這樣子 他是生殖在他的腦裡 另外一個人 吳瑜 他是在四川 一樣 他在縮校文章 那時候在新聞學運動 他寫了一篇 他說 他們叫校所以教徒 也就是教一般人 功功順順的聽他們 一趕在上的人的愚弄 不要萬善作亂 把中國弄成一個製造順名的工廠 後來他最出名的就是什麼 我上次有講過一句 他最出名的一句版就是什麼 孝順是萬惡之手 古時候的人說孝順是一切善的手 他說是萬惡之手 你如果去查看他的 幼年時代 吳瑜 他其實是 因為他的父親 就對他講話 而且是毫無了名的交往 他父親 我 我只提一下 他父親不知道為什麼 精神有問題 所以經常地打他 公然地護他 他已經是一個老師了 他父親到學校去 公然在學生父親前面 在校長前面護他 後來他在成都 不是成都 他在四川 他在他的縣城裡面待不住了 他才跑到北京 離開家鄉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也就是什麼 他的那個 受到的影響 他的這兩個例子 你們就可以想到 我們前一陣子 才在牆壁的一個人 一個人在捷運上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他是怎麼樣 他跟他的家庭 有這個關係 我們在這邊不要提 他也是自信提 但是我可以跟你講 這就是 從小家庭環境周遭的人 造成根深蒂固的思想的差 而我們的社會 過去這是很重 所以儒家體系在這種情形之下 那他的父母親 他的周遭朋友 都不能用儒家講的 中小人愛 那儒家在幹嘛 所以我剛剛不是講 五輪早就崩壞了 儒家早就空洞化了 這個是在武士運動 也就是說在明初的時候 更少你們就可以看到 儒家在國力薄弱下來以後 外面的傳教師進來 你們就可以看到 一七零四年 中國的力氣還不是非常小 但是 宗教進來以後 教宗又下了一個命令 禁止 禁止祭祖進國 所以一七一零年 他重生經營三百年間 中國天主教徒在父母的名前 只准鞠躬不准克手 在中國古時如果都是要克手 過年的時候跪下來 撒塌 可是天主教進來 為什麼可以做到這一點 因為中國的活力越來越多 英國、法國直接干預中國的內政 這個的結果影響到最明顯的 就是後來的一個 這個英國人呢 叫做Linglin 他參與太平天國 然後呢 他寫了一本書 叫做太平天國革命清密集 他相信什麼 因為按照他的觀察 他說 太平天國運動乃是參與 人民威信基督 獨信不合 所以他怎麼把社會推翻掉 這就是這個英國人的結論 所以 要問你一個問題 那人民為什麼不再相信主家呢 為什麼不相信 連佛教也不相信 道教也不相信 相信基督教呢 這就是我們現在要講的 並證這個爆發點 和太平天國 為什麼叫做爆發點 你們看一下他最後的結局 就很清楚 洪秀全 洪秀全是連續三次進士考試不低 他就非常的愈阻 考試不低就不能當官 然後呢 他就開始怨恨這個社會 他的家鄉有一個牧師 給他一個勸涉兩人 他看了以後不知道為什麼 他覺得 上帝在啟示我 我是上帝的兒子 所以他就開始 歸一了基督教 對不起我不是在 我不是在 評級基督教 我講的是 這些人的觀念 而不是基督教本身的善或惡 而是洪秀全 他相信了以後 他就開始 信 裝拜上帝一位 把其他的東西都拿掉 過去你念書的人要拜同志 孔子丟掉 家裡的父母親排位 神會通通拿掉 然後 他就開始組織 為什麼他可以組織呢 清朝末年的時候 中國的社會 南部的社會已經非常平華了 特別是廣西貴州那一帶 非常平華 所以農民生不如死 然後他們就利用這個 信上帝 上帝會拯救你 信上帝得永生 所以你信上帝 上帝會拯救你 十打開 是他的一個大將 他曾經攻到一個地方 就是在白龍洞 他體現 這個還在 他說 匪國從上帝 移民不如風 你如果看早期的經典 中國是有上帝的樣子 所以他認為說 佛了 不用談了 我們回到最遠古那時候講上帝 這個上帝就是基督教來的 然後從上帝就是父母 可是太平天國如果不是神愛死 你如果看到太平天國的啟示建立過程 到後來流傳 看到他寫下來的很多歷史 看了會頭皮疤 為什麼 因為中國古時候又說了 戰爭所過之處 毅力恨起 為什麼 以前的農業技術一年一收 比今年一戰爭大完 今年就沒有收了 當然年尾就沒有失 第二年就缺了 人死了以後 沒有埋葬 雨在一下 雨在一下 極力又開始倒退 所以太平天國走過的地方 都沒有養死 各位知道他們是怎麼樣抽涼的嗎 實在是非常慘 他們供進一個村庄 沒有糧食 今天供這裡 下個月要供 今天供台北 下個月我要供幸福 但是部隊那麼多人要吃飯怎麼辦 沒有糧食 胖一點也要擔心 胖一點也要擔心 全部 只要你稍微有點肉 抓去 肉留下來 做人肉包子 那就是士兵的糧食 那就是士兵的糧食 就是這樣 曾經有一個歷史上 還寫一個 馬公到無人之處 無水之處 馬贏血 人直接砍頭血 奔出來把糖果 這個叫做神愛神 所以你們如果看到這樣子的景象 表明人道思維 在中國也不存在 整個太平天國 按照後來的 戶籍去算 大概是一億 一億 十六萬 非常緊 所以你們會看到 太平天國從這個 往西貴州這個地方 起一趟 這個地方打 我亂七八糟 到最後他在這邊 成立了太平天國 乾脆後來太平天國 後來改成叫做上帝天國 叫做上帝教 然後非常奇怪 在他們內部的文件 就是說 他就是神的兒子 因為很多人受傷的士兵 他去幫他摸頭 受傷就好了 家裡的人生病 他去摸頭 病就好了 我們也不知道這是什麼事情 但是他自稱上帝的兒子 卻造成 這麼多人的死亡 我剛剛已經講過 宗教走到女性的時候 多可怕 那些人就跟著他 就做完全一樣的事 所以他在西串的時候 你們可以看到 後來他快要崩潰了 他開始西串 你看看 串到這邊 還有北花 他那時候想把清朝打下來 打到天津了 所以一個太平天國十五年 幾乎中國一半的三個 全部都給他摸領過 所以有人就給他做了一個統計 但是這個數字不知道多勞高 不過剛剛我講的 一億是按照人口 人口 就是清末在收稅的時候 有一個個省 有那個人口的統計數字到 後來再去護國的時候 找不到的人 那樣一個一億 那這一個是說 是說中國瑞建百分之十 也就是說最主要的是在長江以南 沿著這個附近幾乎 好幾百里一個人都有 吃的吃了 餓死的餓死了 殺的殺 所以太平天國 讓我們看到一個國家動亂了以後 有多可能 那麼清朝在 現在 剛剛講的是1850年左右 前後十六 清朝國運真的是被捕捉 接著下去1876到79 四年北方大海 南方已經死了一大堆了 接著就是四年大 四年大海裡面就有一個故事 就是虛雲 五月降旋 五月降旋 不是五月降旋 是一幾月 就是 慈禧太后 西奔西岸 然後呢就是碰到 就是這個時間 碰到大海 然後死了很多人 很多人死了以後呢 需要降旋 可是降旋 這麼大旱乾旱 降旱 一降旱 就是異議 所以不能有異議 怎麼辦呢 啟雪 大旱災啟雪 虛擁啟雪 虛擁不法師啊 啟雪 在西安城裡面 然後去啟雪 下了一個禮拜的大學 他一個人租一個高台 當然有很多個商家來辦 他在上面 跪在上面啟雪 天神諸我來補救眾生 跪了一個禮拜 沒有吃沒有喝 然後 一七天以後 下了一個禮拜的大學 為什麼要下去 下雪 下雪第一個降落 第二個 死在路上的屍體 全部都埋在冰裡面 所以這個時候 你就可以開始出入一個 屍體 等到你把屍體埋了以後 雪融了 就可以過來 所以這是啟雪 所以慈禧太后 我拜 虛 我死 什麼叫神秘 我也不知道 不過不管怎麼樣 這個是題外話 也就是說這個 四年大寒 他說受影響 直接死亡的 估計大概是一千三百萬 但是受到影響 就是1.61到20 可是你們就可以看到 1976到79 你一個地方 旱災完 你和近年還是完全沒有陽子 幾年之內 缺水 土地的回溝度 都不會回來 然後人力不夠 所以 你們有沒有想過 剛剛有一個問題 為什麼 我們剛剛講 剛剛講 這個 魯迅 和 吳 吳 他們為什麼會有這個問題 因為整個社會是這個狀況 他們的宗族 大家都受到很大的壓力 大家都沒飯吃了 可是因為他們才小孩 他怎麼會理解 所以你們看 一個再多好的社會制度 你想想看 再多好的社會制度 一戰天災忍後 就完全崩潰 儒家還有用 那個時候的儒家方式有用 我告訴你一點都沒有用 而其實 那個時候所謂的儒家 根本不是真正的儒家 這個等一下我們就會提到 為什麼我這樣講 因為很簡單 他這個旱災這麼大 可是我們都知道從傳統的歷史 每個國家都要準備糧倉 糧倉就是應急用的 為什麼應急不了 你如果看後來的數字 就可以看到 1830年的時候 戶戶檢查全國的兩場 結果發現只有1000次 1400萬 1000好像很多 其實不是 中國這麼大 如果按照當時的數字的話 這個數字不到應該有的一半 那這什麼意思呢 也就是說到了1830年的時候 整個政治系統早就廢詞了 該徵稅收糧放到倉庫裡面了 不知道拿到哪裡去了 那那些人在幹嘛 市的墮落 官府的墮落 缺額達到了1800萬 到1860年剩下 你看看才幾年 30年以後剩下530萬 523萬代 每一年都不夠進步 還一直消耗 所以你們就可以看到 1840年來 國家的消耗 錢用掉了 糧食用掉了 土地荒廢的人死了 所以整個清朝就是 整個清朝其實 在不到一百年之內 就從一個盛世完全變成破爛 你如果用這個來做檢察標準的話 你就會發現他的根本在哪裡 適合多了 每一個人該做什麼事 都沒有上場 這讓我們想到現在的台灣 蔣經國故事李登輝成績人 是台灣最富強的 然後從李登輝到現在 台灣的胡理也是不斷地往下走 這讓我們想到這裡 這些搞政治的人 我不知道他們可以去 怎麼見他們的出生 除了 在社會上 這些人民 一定 一般人民 是已經沒有獨家概念 連 有官位 是飽讀私書的 他也反對的家 又論見 台灣成果 同時我在 李鴻章的時代 曾經說他是清朝第一大國師 這個國師 這個國師不是我們剛剛講的那個 虛雲那個國師 這個國師就是 魯士 可是這個汪士羅呢 他跟著這個軍隊走走走以後 他看到這麼多的事情 他寫什麼 他說 他說 魯家 圖美台以獲釋 無名 魯家是欺騙社會 欺騙百姓 不能救死 這些念書的人 沒有一個人能夠救死 他說 孔子之必在於過人 孔子太好了 過文 沒有 慧玟兵 他已經忘了孔子 這邊背的是什麼 你如果看孔相 這邊背的是什麼 在那個時代 背的是劍 很多人呢 很多人都說 孔子不 文的啦 不是故事 對不起 比我一講講 這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什麼 後來的武家 是一個偏惠 是一個不健全的武家 我們會提到 所以 昌一修盡 軟一致死 所以 他什麼都罵 第一 政府要怎麼樣 不要念忠用 科考這些都把他丟掉 然後呢 要把全天下的道學家 像撒除草一樣 摸摸氣 他希望秦始皇附 我 好了 他希望秦始皇附 我 好這方就起來了 搞不好他敗來了 對不起 我隨便瞎講 所以呢 他非常痛恨 他認為儒家的無所作為 他認為儒家是空壇 他念了一輩子 可是當他看到戰場上 人是這樣被搞死 儒家是這樣子見張白頭 儒家是沒有用的 所以你們如果 把剛剛講的清末這一大段 綜合起來你就會看到 我們退一步步來講 也不要講什麼神機 也不要講什麼 根本的問題在哪 整個社會各階層 管理機制已經很大 對不對 從糧食儲備 從各地方的民心的活動 從種種的 管理階層是不運作的 OK 我們暫時休息一下 不好意思 雖然是休息十分鐘 但是這個直播為了連貫體健 我就直播還是繼續下去 謝謝 你可以去休息十分鐘再回來 謝謝 歡迎 我們暫時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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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e Wak congratulations 先檢視喔 趕快 現在優勝 一 trabalh 你 成功 看我有多乖啊 有从基隆的台船过来 哎呦 是啊 我才听周老师的课 我那边在打枪 的意思是在这边 这里面有拆水、搅水 在这边搅水 在这边搅水 没有啊 在这边搅水 不然我一起是台船 他是国人 是国人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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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階層已經出錯了 而管理階層是從最簡單的比如說我們剛剛在講的社會工作的第一線 這要去是社會工作者的後面的展管者然後再上去的主管對不對 所以當你的社會運作停頓了人就失去醫護的系統 所以你如果靠人書 你如果靠人論 其實剛剛講的那個,那個人輪均均臻情互暴自治 因為整個均均臻情互暴自治的內容是不存在的 所以五輪的崩潰你就可以看 如果從這樣來推,清朝是在康熙過後沒多久 整個社會就開始慢慢崩潰 這個崩潰其實是多明一下 我們可以看到各種的問題都沒有辦法解決 沒有辦法解決的原因在哪裡 因為等到明朝到清朝穩定下來 有中國人口大量的增長 人口增長數是沒有辦法評估的 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你就知道 為什麼中國人有時候說付不過三代 很多人不去想 在農業時代你想想看一個父親如果跟一塊地 按照孟子的時候那時候再說 你給他一塊地景天制度裡面的一塊地 那個地呢按照當時來分 分了上族語什麼 上族語養護夫侍奉父母下族語續妻子 所以一家七八可族語為生 一家七八可族語為生不要忘了 那個世代的人進到生 那個世代常常一生生的五個十個很多 當然死亡率也很高 我們不要講講多 我們講剩三個 三個男生 女生兩個都講出去 三個 如果你要分家 父親要過世 三個子弟要分家 欸 分家 你們如果 你們在中立應該就看得很清楚 每一個農家 在傳統的農家 不是只有豬的家 前面要不要一塊塞豬場 旁邊要不要養豬場 然後要放工具 工具的地方 那個地就會很大很快 對不對 然後地大家下去種 當父親還在的時候 每個人睡在同一個房子裡面 七八可養的火 父親一過世 三個子弟一分 原來那塊地 一棟房子要給誰 老大好不好 老二老三要不要再蓋一棟房子 地 房子蓋了 還有地種田 還有地種田嗎 所以中國人過世 過去很早就講了 互不過生 所以人口的增值是非常可怕 是非常可怕 這就是另外一個原因 周代從春秋到戰國 為什麼周代 後來沒落那麼快 因為很簡單嘛 每一個王侯死了都要回銀河地 你臥也千里 近城一帶千里 千里變五百里 再千里 然後你的公司 你的那個 你一切的制度 什麼都要存在 你吃病你要養 養了過 所以周 王朝 守在那個地方 不動 每個諸侯就在下面互相煎兵 煎兵的理由是什麼 不夠用 最大的原因就是人口政治 所以它產生一個問題 當時的讀書人 沒有辦法應付當時社會局勢的變化 那還有一個問題 我們今天稍微講一下 我沒有放出來 外國人在開始東征 外國人我會說東征不是自私軍東征 略有土地的資格 各位要了解一件事情 他們發現中國 在當時還沒進到中國 非常富裕 所以在打貨幣戰爭 中國人是白銀 所以歷史有一段 西班牙人在美國 跟美國 跟那個南美 發現了銀礦 把那個銀礦拿來 做成白銀 然後我們的官員 如果是80%的銀錠的話 他們做成70% 60% 就丟到中國的市場上 把他不要的銀 丟給中國 然後把中國的物資運走 就是貨幣戰爭 當時的中國人 是沒有辦法去解決這件事 歐洲很快的 本來他們也是用白銀做貨幣 很快他們就換黃金 然後把所有的白銀農掉 就丟到中國 所以 中國的經濟戰爭 在無形當中 經濟戰爭又輸掉 而中國是不知道 所以 你們想想看 這個 鴉片戰爭的時候 有人去給他查 鴉片戰爭 不是中國沒辦法打仗 是老百姓會想打仗 為什麼 官兵派來了以後 你從內地派一個師 我們現在用講師以前不是師 一堆軍人進來 來到地方 要地方公養 地方哪裡拿得出來 銀拿出來不夠用 糧食不夠 所以 寧可給英國人打一打趕快走 打一打他要的他就走了 這些官兵來了以後 住在我這兒 我的天啊 他住一年我供養不起 對不對 給老虎咬一口 沒死還活著 被你扒了扒 扒了一整年 我什麼都一定沒有 所以 剛剛我們在講 為什麼說 那些事都沒有用 為什麼管理制度會崩潰 就是因為 那個時候培養出來的 儒者 知識 全世界的知識水準 沒有辦法應付這個世界的變化 所以你如果去看這個 我講這個你就會知道 漢代以後的儒學發展 儒家變成非常非常的被動 儒家在 對 那個那個 中國沒辦法打 可能就沒辦法 因為他從來沒有接事物外面 封閉的國家 你怎麼去打外面呢 所以說這 原因很多 謝謝謝謝 對 我們等一下還會再提 就是儒家的變化 我們會來提 那麼原來的儒家到底是什麼 這就是我 常常在我們這個場合裡面 提到的一件事 我基本上就不同意儒家 我也不同意造家 我只同意一件事 叫做先正先來 儒家道家是漢代漢儒化不出來 它是一個錯誤的化文化 我們後來 上個世紀 從地下挖出來的竹箭裡面 充分的顯示這個 後代漢以後 道工儒 儒工道 互相公化 可是你如果看到竹箭挖出來了 對不起 儒道是一家 可是 孔子友說他是儒家 沒有任何正義說我是儒家 老子友說我是道家 所以不是嗎 是後來的人給他貼上標籤 講更直接的就是 弟子們各種幾師 這個我們等一下還會再提到一部分 所以儒家或者叫做儒學 其實是在漢以後就已經走入一個病態 但是他不是沒有功能 他是有很強大的功能 所以我們在看的時候 我們就是說 汪斯鐸 他呢 雖然是這樣 他非常的痛恨 所謂儒學儒家 但是他也講什麼 他說人可 那時候經過戰爭 你要去走這個四道 你要到進入社會 你就會看到 他說胸養久 而生此煩 人生太多了 容物勝而封屬 畢 盜賊眾而勇斯不能苦 到處都是賊啊 你怎麼去抓呢 抓不勝抓 所以呢 既然不抓 不抓有道 以前是有什麼 都要往上報 上面才會知道 有沒有發生什麼事 現在乾脆不要報了 因為報了也解決不了 處分還而立一日刻 就是說本來講 仁義的 現在變成什麼 剛剛你講的 不法 不行嗎 我就殺 對不對 所以拘泥又不能破 所以上面 下面 皇帝雖然不算是婚政 但是下面也沒有兄弟 但是沒有什麼事情做的 我常常舉個例子 台灣人 我們常常就說 我們的人 我們的人現在重信西方民主 我常常笑一個 你從美國回來你就知道 我指他們比一個例 我說把100個美國人 100個日本人 跟100個台灣人擺在一起 然後叫他們的警察 站在前面 下同樣的口令 動的我就抓 結果你就會發現 日本的警察說 動的我就抓 那100個日本人 沒有一個人敢動 站得好好的 剛才美國人上來 美國警察說 動的我就抓 結果發現兩個人在動 啪一下就抓起來了 剛才台灣的警察 動的我就抓 對不起 98個都在動 這就是台灣的民主 然後你去抓他 我不會知道 我現在沒有 這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沒有事情行得了 對不對 我們要講法治 要講民主 民主的先決條件說法治 但是 別人的手法 最好不要也握 這是台灣現在的問題 我們的社會問題 很久很久以來 就是趕不上整個世界的變動 那麼 漢以後 為什麼儒家會跑出來 然後會有這些錯誤的 作為想法 一個最簡單的理題就是 漢素知識認識的銳解 因為很簡單 第一次人口統計數字的銳解 是在秦末 你不要說多少 你把那個過去史書上記載 每一個國每一個國大小戰爭 把他統計起來 有人就花了很大的力氣 他說 秦末的時候 討議啊 人口將來的這種事 這個國家光發 那個國家那個國家光發 大概每年大概一次戰爭 你們還沒有注意啊 那個光發是多可怕 有一次 不是一下子就坑殺20萬嗎 坑殺 活人就埋個坑就給他下去了 愧可怕的在哪裡 原來我們的 先聖先王的禮教 講宗孝 所以每一個君王下面的人 那些所謂念書人 就是要講宗講孝 誓 依推時 對不對 在當時的制度 景田制度之下 食物人家景田的中間那個是公 那個管的是誰 就是室 所以室在教 除了教種田 種什麼 還要傳遞命令之外 他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責任 他就是班長 品嘗教 教農戰 就是班長 所以打仗的時候 一家出一丁 這個班長就帶頭 去 一旦打輸的時候 第一個殺誰 殺這個讀書人 因為這個讀書人 絕對不會投降 他絕對忠於原來的主持 其他的人 可以變成農民 所以 殺百分之五十六 其實死的最多的 比例最高的是 十四分之 幾乎你可以看到 什麼離庭掃穴 這個幼稚 意思是什麼 公或一個國家進去就把他的 祭司 還有呢 所有念書的高尖十四分之 通通抓起來 該死的通通死 人命就變成農民 所以第一個被消滅 是吃誰 所以連綿戰爭的結果 你們就可以看到 公元前三百六十年到兩百四十年 到兩百四十年 斬首 坑鼓就一百八十年 孟子成平說 他說什麼 真誠以善殺人贏成 真地以善殺人贏 中國殺人是非常恐怖 死的是什麼 死都是自私人 一般老百姓當然也死 但是對國家有長期影響 是自私人 所以等到秦末漢出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 人家都說 流氓是流氓對不對 有一次一個念書人到他那邊 他說 你是念書人嗎 儒家儒家要戴一個帽子 帽子拿來 他就在你旁邊 尿尿尿尿在裡面 甩一甩再戴回去吧 這就是流氓 流氓是殺狗 誰瞄你 誰瞄你念書人 照進現代的話 對 所以在那樣子的情形之下 董仲書製造了帝王儒學 董仲書的儒學叫做帝王儒學 但是後 後